当前随着各类型无人机的出现 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军事战争的格局 空军航空兵某团就是一支查打一体无人机部队 该部位战而生 在强军征途中听令警从一路西进 在荒凉的西北大漠 飞出了无人作战领域的盛战航迹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敬科大孝 曾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无人装备是未来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国无人机发展装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作为空军新智战斗力 这是一支怎样的作战力量 无人机如何作战 在战场上将发挥怎样的作战效能 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 首次探访空军无人机部队 这里是西北大漠空军某部 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型飞机 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某型 查打一体无人机 那此刻它正在跑道上自主滑行 作为空军新智战斗力 它能侦察 能精确打击 在它的眼里发现就是摧毁 马上它将根据指令加速起飞 奔赴指定空域进行训练 一号动摇几时起飞 动摇可以起飞 地面风300度3米米面 明白 放飞 千里之外 无人机飞行员在地面方舱 紧盯机上各项数据 实时掌控战场态势 与有临机任务 飞行员采取人工与智能相关 结合的操作模式 完成侦察打击 它属于一个 插打一体的大型的无人机 它能够实现侦察与打击两项任务 特点或者优势吧 第一个就是长 它可以长时间地在空中制空 实时地掌握一个整个战场的态势 给咱们这些各级指挥机构 包括我们的相应的打击的其他兵力 提供一个支撑 第二个就是多 就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战场 和战场的目标 第三个就是说它能够打 能够发飞发现及摧毁的种作战效益 无人机更像是战场上的幽灵 我们可以在战场外 某个隐蔽的位置 进行长时间的盘旋等待 一旦需要即刻加入战场 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相比有人机 无人机的操纵系统更为复杂 对系统的每一次升级 都会大大提高作战能力 它不仅飞舰有个大脑 它飞机本身也有个大脑 我们飞机这个大脑 它在想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思维 我们在平时的升级过程中 会频繁地对这个大脑进行升级 在对无人机系统的 不断优化过程中 该部还将无人机与有人机 甚至无人机之间 进行协同配合训练 充分发挥无人机的作战效能 我们可以和尖机机 包括预警机 直升机 甚至和其他类型的无人机 都可以进行协同作战 因为飞行舰不在空中 在地面 所以说有声量的这一块 能够持续地保持 空中能够搭载更多的武器和载核 远程操控便于我们集中指挥 集中控制 对于我们的作战带来自的飞跃 作为空军新智战斗力 无人机部队已在体系训练中 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该部在组建之初 无人作战还是一个全新领域 无经验 无教材 无范本 从一片空白的转型之路 到一片任你驰骋的蓝天 他们是怎样闯出来的呢 在完成长航式的飞行训练后 我们看到它已经返航 自主着陆 从容稳健 这是我们的驾驶杆 控制飞机的抚养和滚转 然后左手这边是我们的油门杆 下面是我们的脚灯 然后脚灯的话 是控制飞机的偏转 以及在地面滑行时飞机的方向 这里的飞行员都是战斗机飞行员 之前他们驾驶过殲-7 殲-8 殲-16等战机 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 和技战术水平 与有人机不同 无人机的座舱 从天上搬到了地面 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接一款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新的装备 没有任何借鉴 没有走任何的路 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走 我们就是整个一个起飞的 正常的一个流程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流程 机务兵是最了解飞机性能的 检查维护发动机 是他们日常工作中最基本的操作 可当他们面对无人机的时候 这些都成了棘手的难题 由于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跟电子元器件 像勾连软件设计也比较复杂 不理解这个发动机怎么拆装 怎么拆卸 我们连这个使用说明书 都在不断地更新的状态下 大家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学习材料 没有经验借鉴 更没有人教 面对着新型装备 跟谁学 怎么学 他们马上想到了 像制造飞机的厂家学 像工厂的工人学 工厂可能它在试验的过程中 它很忙 从它那边有一点点空 我们都会凑上去去问 拿个小本 看到什么东西去记什么 没有办法就只能从零开始 最明显的反应就是 都是黑眼圈 都是小熊猫 我们是探路者 还有大家是一种状态 就是求之若渴的状态 还有说昼夜不停地选 正是凭着这种 对党无限的忠诚 和对无人机事业的执着热爱 我团在强军新军的大潮中攻坚克南 硬生生地蹚出了一条 艰辛的创严之路 该团组建之初 新营区还未建设 官兵们住在老旧营房里 西北大漠 两三天一次大风沙 饭菜里 床铺上到处夹杂着黄沙 冬季零下几十度 场外几乎的面罩上都是冰茶 手上是洞窗 环境恶劣 但仅仅过去几个月 他们就编写出了维护规程 操作手册 组训流程等系列标准规范 在理论学习 作战研究 训练指挥方面 首战告捷 实现了当年结庄 当年实设 当年形成战斗力的目标 作为无人机的种子部队 为后续无人机事业发展 开创了新路 如今他们飞高原 跨原海 越丛林 在复杂环境中 创新战术战法 在信息战无人战场上 展露锋芒 反水雷蛙人 是海军近年 组建成立的新制作战力量 挖人猎雷 能有效弥补 水面舰艇 反水雷作战的盲区 完成水下猎雷 排除爆炸装置 水下作业等 高度危险的任务 近日北部战区 海军谋扫雷舰大队 反水雷挖人中队 模拟开展 反水雷作战演练 我们一起来看看 接到上级作战命令后 反水雷挖人迅速出击 抵达作业海域后 官兵们分成两个作战编组 由烈雷潜水班长曾庆格 张龙刚 分别操纵冲锋舟 载着一个班的挖人 机动至军港外围 和港内疑似雷区附近 反水雷作业分为 侦查行动和水下清除 两个阶段 为提高侦查效率 挖人们采取分区作业 同步推进 精确识别 逐个处置的基本战法 由冲锋舟拖带测扫生纳 对目标海区进行往复扫测 4米 3秒泡毛 入水前 列列班长曾庆格 检查装备的气密性能 三连表显示 面镜松紧等情况 然后1号冲锋舟的官兵们 采取后滚式入水的方式入水 两两结伴下潜 对码头和海底 进行标记和布设间隔带 按照先按壁后海底的顺序 进行逐带探摸 经过近20分钟的水下搜索 队员在一片水草深处 发现模拟沉底雷 放置好指示浮标 立即返回冲锋舟 随后一直待命的2号冲锋舟 机动至水雷指示浮标附近 一名洼人携带灭雷弹入水 环打脚浦接近水雷 将连接好的爆破装置 布放稳妥 随即出水并撤离至安全距离后 引爆灭雷弹 港口主航道上的水雷 被顺利爆破 我们瞄准强敌对手 积极探索实践 显难战术科目 严取挖人反水雷作战规律 为协同舰艇作战 探索了方法 部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